每日神话 彼得在刑罚中能这样祷告 看见你的圣洁公义的性情 你审判我 让别人能在你的审判之中 看见你的公义性情 我也就心满意足了 只要能把你的性情发表出来 使你的公义性情 让所有的受造之物都看见 而且借着你的审判 能够使我爱你的心更纯洁 能达到一个义人的形象 你这样的审判是美善的 因你的美意本是此 我知道 我身上的悖逆还很多 仍不配到你面前 我愿更多地让你审判 或是环境恶劣或是大的患难 无论你怎么做 对我来说都是宝贵的 你的爱太深了 我愿任你摆布 没有一点怨言 这是彼得经历神做工的认识 也是彼得爱神的见证 现在你们被征服以后 是什么表现 有人这样说 我被神征服 是神极大的恩典 极大的高抬 现在我才发现 人生是虚空的 是没有意义的 人一生之中 忙忙碌碌 生儿育女 一代接一代 到最终 什么也得不着 今天被神征服 我才看透 人这么活着 没什么价值 真是无意义的一生 干脆死了 得了 就这样的被征服者 能被神得着吗 能做标本模型吗 他属于一个消极教材 没有心智 不求上进 即使算是被征服了 但就这样的消极包 没法达到被成全 彼得被成全之后 就是他快中年的时候 他说 神啊 假如我的数数 还能延续几年的话 我愿达到 更纯洁地爱你 更深地爱你 他定十字架的时候 心里还祷告 神啊 现在是你的时候到了 就是你给我预备的时候到了 我得为你上十字架 为你做这个见证 愿我的爱能满足你的要求 愿我的爱更纯洁 我今天能为你死 为你定十字架 我心里感到安慰 感到踏实 这是因为 我能为你定十字架 能够满足你的心愿 我能把我自己都献给你 把我自己的生命都献给你 我心里感到无比的欣慰 神啊 你实在可爱 假如说 以后你还让我活着 我更愿意爱你 只要是活着 我就要爱你 我愿意爱你更深 我是因着不义 因着罪 而得着你的审判 你的刑罚 你的试炼 我更看见 你的公义性情 这是我的福气 因我能更深地爱你 即使你不爱我 我也愿意这样爱你 我愿意看见 你的公义性情 因着使我 更能活出 一个有意义的人生 我总觉得 我现在活着 更是有意义的 因为我是因着你的缘故 而上十字架 为你死 是有意义的 但我还不算满足 因为我对你认识太少 我知道 我知道我不能完全满足你的心愿 我还给你的太少 在我有生之年中 我没能把全部都还给你 我差得太远 此时回想起来 被绝亏欠 只能用这一刻 来弥补我所有的过失 所有的 为环抱给你的爱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